此三人成就 故约人力成就 夜更难苦 岸平落到 第二个能够忍受 一切人的批评 特别是我意 独能忍受 不单不计较 而且还有感恩的心 这个难道 真正有感恩的心 才得到受用 为什么没有感恩的心 你没有得受用 得受用 听到别人批评 认真反显 有则改之 无则加明 如果他批评得对 我真有这个过失 我从今就改掉了 感恩他 他提醒我 没有呢 那更要感恩他 他出这个考题 我通过了 通过这个考试 自己提升 你能不感恩 看看他吗 他要是有悟行悟念 他早已 他早已也帮助我提升 不但我感恩他 我还要有行动 把自己修学功德 回向给他 帮助他减轻苦暴 这应该的 离伤往来 你没有真实智慧 你看不到这次 那别人回报 你怨恨他 这些怨恨可麻烦了 怨恨什么 将来的果 是怨怨相报 怨恨恨相报 就没完没了 那苦不堪言 双方都痛苦 所以这种现象 立刻就化解掉了 没有了 学佛学到这么多年 这是小本事 小聪明们一定要有 这种小本灵都没有 那我们佛就不学了 菩萨 大庭经里面常常称菩萨 为仁慈 仁慈 仁慈的人 菩萨都是仁慈的人 仁慈无敌 这是菩萨的 菩萨 永远不会跟人事物对立 为什么呢 边界破了 边界是对立 两边 中心愿的人 原来是对立 祝无敌